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快乐也不会长久 痛苦也不会长久 只不过是我们快乐的时候 我们不挣扎 快乐下去继续继续 痛苦的时候就开始挣扎了 度日如年了 痛苦两天也觉得 为什么这两天这么苦呢 就好像这就不应该死活 要想从里面解脱出来 但是快乐的时候 没听这个人很挣扎的说 为什么这么快乐呢 我这不是要命吗 我快乐 但是快乐 他快乐一个月他还不觉得 但是痛苦上十天他就受不了了 他就觉得这是有问题的 所以他在里面挣扎 其实你如果你认为 佛说的真实不虚 这个痛苦你跟他耗过两天 他也没了 我告诉你 他痛苦不了有痕的 这是其一 这是如果你知道他是梦怀泡影 如果这个人修为很高的话 他这一句话也就够了 但是如果你实在不行 你真没这个能力 说是空不掉 好 那么你为什么痛苦 在这里面解决吗 有很多方法 一个是导引法 就像洪水来了 两种方法 一个是挖渠 把它导引出去 还有一个对子来 把他拦住 等于是 就是说 难道就是说 有持戒啊 念佛啊 修定力啊 修指观啊 把他转移注意力 我就不想这件事 哪件事让你痛苦 不想哪件事啊 也不想身体 痛苦是个角色嘛 转移注意力 不要自己的意念 放在这个痛苦的角色上 通过念佛 看经典 持重念佛 或者甚至旅游 或者其他一些法门来去 但是用佛的知见 这是最好的 那其他你出去旅游 或者转也行 但是用佛的知见 指导下的旅游 指导下的持咒 指导下 甚至吃美食 逛街 都实在不行 都可以 这是一个方式 另外呢 如果是有些东西 让你所痛苦 那还有一个就是导引法 你去做一些事 慢慢慢慢导引的 让自己出这里面走出来 那这个有很多的方法了 你甚至去参加一些排队啊 参加一些唱歌跳舞啦 或者是参加一些心理课程 什么都可以的 只要能让自己从这里面走出来 其实佛学是不排斥任何法门的 但是你必须在理解了佛学的最高知见以后 剩下的都是你用用的工具了 甚至吃橘子都是法 你说我今天很烦 哎呦我吃个橘子挺开心的 这个就是法 吃橘子就是个法 每次你一烦你就吃橘子 那可能就行了 对质嘛 哎你发现 然后就把这个法传播出去 说我好像一烦 吃两个橘子就不烦了 你试试 这就是你教给他一个方法 没有那么神秘 这就是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